教育事业需要结合博大与精心 才可以让学生以广博视野看待世界 也能够在专业领域上有立身资本 至今成立40周年的澳门城市大学 多年来持续配合社会 延伸拓展教学内容之余 也持续精练人民 艺术 商学 金融等既有学科 迈向一流的国际高会大学 国际多会大学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要有精品化 作为澳门城市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要办成一个 有精品化 国际化的多会大学 那精品化就是我们不能面面铺开 我们一定要有所侧重 根据我们目前的专业 我们的教师的力量 我们要寻觅合作伙伴 国际化就是我们要有个突宽的视野 我们要为在各个方面 为新兴的学科和交叉学科 做出一些贡献 同时对大湾区对内地乃至世界 培养精英人才 在城大紧贴社会发展的教育理念之下 培育出一批批活跃在社会不同领域的人才 同时城大秉持根植澳门 服务湾区的社会责任及理念 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 助力学生把握时代机遇 我认为现在这个城大是处于最好的时期 有政府的支持 大湾区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城大的今后的发展 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人文科学为主 但是有其他大数据方面的支撑 我们的发展能够主要是按照市场社会的需求 培养优秀的人才 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组织架构 人员的培养 人才的培养 引进优秀的学术领头人 做一些跨学科的研究项目 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让他们感到城大是非常自豪的一个学校 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在这里各个角度做出贡献 这也就是我希望成达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 我们要突出爱国爱澳的精神 要有为国 争光 贡献 义务和职责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技术 知识 更重要的是从素质方面 提高他们这种爱国家 爱澳门的这种精神 我们也想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让他们有参与感 让他们真正的感觉到自己的学习的知识 和能力有所发挥 同时让他们能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包括大湾区内地 还有包括世界的其他学校的同伴们 有共同学习 共同研究 共同活动的机会 成大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方针 加上近年持续发展的私资 环境等条件 都为学生以及学校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未来城市大学仍会紧贴区域与国家发展 以建设具国际竞争力的都会大学为目标 样繁起学